比較重要,第一個,這個格式怎麼出來的?它是民國年,加上什麼呢?點,本來是斜線嘛,變成點 然後呢,各位數字要補0,比如說1月就01,01,那其實我們可以切到tate好了,tate的話剛剛有講過是,你可以用插入函數裡面的日期時間裡面 找到那個tate函數,它會自動幫我抓到今天日期 不過在Excel裡面,它的標準格式一定是西元年,中間斜線,然後各位數一定不會補0,可是我們今天如果希望把格式改成像綜合練習體裡面這個格式的話,那裡面有哪些訣竅?基本上1按滑鼠右鍵,出現格式,裡面的話記得自訂一下 不過自訂之前,我的習慣是會先切到一個比較接近的格式,中華民國例裡面的可能比較接近的是這個吧?90斜線3斜線14好了 切過來之後按一個自訂,它會幫我把剛剛那個格式帶到自訂這邊,意思就是說你可以再修改這個格式,再做其他的變化 那我需要怎麼變化呢?1,先把裡面的結線改成點,所以這邊的話我就把例子掉 然後,那個月份的話要兩碼,所以你改個MM,再個點,這邊的話,DD,意思就是說,如果你各位數字呢,假如就印碼,它會自動幫你補0 那後面的話呢,要多一個什麼呢?周幾,瓜糊,周幾的話,先打個瓜糊 後面的話呢,請你注意一下,周幾的話就是3個A,1,2,3,如果星期幾的話是4個A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子呢?我們按確定看一下,基本上我們是周幾,按確定 這個格式,其實就會是綜合練習體裡面這個格式,一模一樣 那這個周幾為什麼會出現呢?其實你們可以參考一下那個日期裡面的激例裡面會有一個周幾 那如果你想知道這個周幾它裡面到底有什麼玄機的話,點它一下嘛,視訂就知道了 上面吼,封瓜糊以後,封號以前就會出現AA 所以其實在以色歷裡面的格式,很多都會知道,就是你選了,再去點自訂,它會幫你帶出來 所以有時候你覺得,某些格式,假設兩個三個,你可以把它拼湊在一起,就會變成一個新的格式出來 第一個,有關那個比較特殊的格式 第二個的話,Dedif我們前面有講過了,不過要算那個精缺日期的話 可能就比較會,不是說只有算到稅喔 你還要算到什麼呢?它還有幾個月,出生到今天為止 然後呢,又幾天,稅 剛講過了,稅比較簡單,不過剩下來的月怎麼辦? 所以在Dedif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它還提供給你個YM 所謂的YM,顧名思義 年,不要算了,算剩下來的月 那剩下的月又算掉了 再有個MD MD是什麼?就是如果你年跟月都算完了 剩下的日,它幫你再篩出來 所以基本上,假如說你要算這個人的精確年齡 而且最後的格式要長得像這樣子 幾歲? 逗點?幾個月?又幾天? 那這個地方當然,我們可以用也是一樣 就是那個自串的串結 那做法上面的話,等於什麼呢? 一樣用Tedif 錢瓜糊 那前面的日期,透點 我們跟哪一天比呢?跟Ted比 小瓜糊 逗點比什麼?比Y 好,打勾一下 這個人的身子就算出來 但是後面還有幾歲 然後幾個月 那我的習慣是把後面這個自串 Ctrl式一下 複製起來 放到它的後面 怎麼放呢? and 雙引號 貼上 再一個雙引號 OK,打勾一下 你會發現 44歲 N個月 也有N天了 對不對? 那可是N我們不是要N 我們要是真正幫我把那個月的部分算出來 日的部分算出來 那我剛剛講過 其實Dedif這個還蠻好用的 它有個Y算 年的部分 剩下來怎麼辦? 你在用YM YM意思就是說 不管年啦 剩下來月我要的 你告訴我 剩下來月多少 剩下來是多少 MD 所以呢 你可以再把剛剛的公式怎麼樣 裡面的N 把它怎麼樣呢? 用前面這個公式 放過來 修改一下參數就可以 那怎麼改? 其實基本上 1 我會先把這個公式 複製一下 Ctrl C 2的話 在N的這個地方 特別注意 你要把這個公式放進來 你不能隨便貼上 有一些訣竅的 我的習慣是 雙一號雙一號一到中間 雙一號雙一號 就是把兩個字串先切 一個字串先切成兩個字串 有點像一個蛋糕有沒有 一個完整的這樣子 然後切成兩半 中間呢 要連接的話 記得用and的符號 and的符號 然後再把公式呢 放到他們中間來 這樣才ok 你不能隨便做 那如果做對的話 你一次就完成了 andand 移到中間 再把公式貼上 這個公式不夠長 箭頭按一下 把它改成ym 剩下的月幫我算出來 打勾一下看一下 8個月了 理論上應該沒錯了 他的出生日期 剩幾天呢 一樣的方法 n選起來 雙一號雙一號 移到中間 再串接一下 再移到中間 再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改成md 剩下的天幫我算出來吧 打勾 又22天 理論上應該沒有錯啦 我覺得dative非常好用 因為比起呢 其他的方法 目前 還找不到更好的 因為實在太方便了 因為其實計算日期 最麻煩的是計算那個 那個年 幾年啊 幾月啊 日的話比較減 日兩個相減就可以了 那 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配合那個dative這個函數 那最後呢 把它向下填好 全部就算了 ok dative部分 請各位試一下好了 那 後面還有幾個比較重要的函數 我想有時間可以稍微再了解一下 那最後的話呢 會有個綜合練習題 就是 我們大概會先怎麼樣呢 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產生好每個月的第一天之後呢 再產生底下的其他的日期 不過會有個問題啦 就是 二月因為他28天或29天 所以 可能會出現 底下會有三月份的東西啦 那怎麼辦 你要把它清掉 我希望向下 向右 一次呢 就可以馬上幫我把年曆給做出來 所以這地方喔 有沒有什麼方法 那先把那個dative先試試看 再想想看 有關那個年曆的這個邏輯喔